中共禁止BBC在华落地 英国外相和美国议员回应 中共疫苗外交预措 东盟超过60%的民众不信任 拜登撤销川普修建边境墙的紧急命令 罢免加州州长纽森已经征集到所需的150万签名 美国议员表示 弹劾川普是违宪 分裂和双重标准 北京时间2月12日 中共广播电视总局发声明 禁止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大陆境内落地 随后 英国外交大臣和美国参议员对此作出回应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推特上回应说 中国决定在大陆禁止BBC世界新闻台 这是对媒体自由的不可接受的剥夺行为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媒体和互联网自由实行最严格的限制 而这一最新措施只会损害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 只会损害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发推文说 习近平总书记竭尽全力地使反对派噤声 共产主义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或自由的时候 中共控制着任何事和任何人 我们需要像对待专政一样对待他们 BBC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对中共这一决定感到失望 声明说 BBC是世界上最被信任的国际新闻广播台 公正 没有偏见 无所畏惧 且不偏不倚地报道全球新闻 在中国 BBC受到很大的限制 只在国际酒店和一些外交住所出现 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BBC的节目 BBC世界新闻台主持和记者哈基姆表示 中共此举与BBC报道炸锅的新疆人权议题和疫情处理问题有关 2月3日BBC报道 在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拘禁营中 女性遭受了强奸 性侵和酷刑 另外 中共在去年大搞口罩外交之后 今年又开启了疫苗外交 尤其是针对东盟和非洲国家 但近日的一份调查显示 东盟国家的民众对中共不信任的比例在升高 印尼 文莱 柬埔寨 马来西亚 老挝等东盟国家都报道 接受了中共捐赠的新冠病毒疫苗 但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东盟10国的受访民众有超过60%对中共并不信任 自由亚洲电台2月11日引述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的调查结果 在一千多名受访的学者 政府官员和商人中 有63%对中国不信任 这个比例比2020年和2019年要高 东盟国家民众反感中共的原因 包括中共隐瞒疫情 疫苗质量 中资机构利用中共施压当地政府为非作歹 以及一带一路对当地民众造成的干扰等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表示 中共的疫苗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一方面人们不满北京当局隐瞒疫情 另一方面受访者对中国研发的疫苗质量持保留态度 认为美国的疫苗研发给外界的印象是具有透明度和独立性 科技和验证过程也足以信赖 而这些都是中国所缺乏的 台湾独立学专家赵明威表示 中国的疫苗研发采用传统的灭活疫苗方式 而不是欧美疫苗的mRNA技术 但因为传统 生产出来的疫苗需要更多时间来做人体试验评估 一般需要5-10年以上 为了加快速度 才会有mRNA的升级版技术出来 但中国却只花了不到一年就用传统方式生产出来 实在不合理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条消息 据Newsmax报道 拜登已经撤销了川普2019年宣布的紧急状态 在美墨边境修墙的行政令 拜登在周四发给佩洛西和贺锦丽的一封信中说 我已经确定 在我们的南部边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不必要的 我的政府的政策是 不再挪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修建边境墙 我已经要求认真审查 为此而拨款和转用的所有资源 川普在2019年2月15日签署行政令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兑现他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的承诺 当时川普表示将使用大约80亿美元建造边境墙 其中一部分资金国会已经批准 其余部分来自他的行政命令 包括通过国家紧急状态调用的资金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三表示 由于疫情来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移民仍将被拒之门外 我们再来关注加州的消息 目前在全加州进行的罢免州长纽森的运动 只要在3月17日之前征集到150万个有效选民的纸质签名 就可以成功启动罢免纽森的公投程序 周三晚些时候 拯救加州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贝卡罗发推文表示 他的团队已经征集到所需要的150万个要求罢免纽森的签名 他希望在3月17日之前获得190万个签名 罢免活动的经理人邓斯莫尔也表示 可能要收集更多的签名 因为签名必须通过官方验证 没有通过验证的签名将失效 根据加州州务卿网站数据 在纽森担任加州州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民间发起了7次对他的罢免行动 前6次都因为签名数量不足等原因失败 但每次失败后 另一起罢免运动又随之而起 我们再来关注和弹劾案有关的消息 2月10日联邦众议员斯蒂芬尼克 针对川普弹劾案评论说 民主党人再次滥用他们最喜欢的宪法条款弹劾 作为针对川普的政治武器 他认为这场弹劾不仅像第一次弹劾那样 搞分裂和虚伪 而且还违宪 同时也反映出民主党人的双重标准 斯蒂芬尼克在福克斯新闻网发表文章说 为了最终取消其政治反对派的资格 并让他永久沉默 民主党人正在滥用弹劾权 这一前所未有的危险行动 将150年来的弹劾先例转变为另一种党派政治谋略 他说 这个做法开了很不好的心理 卸任的人是不应该受到弹劾的 否则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得准备好了随时接受可能的弹劾 他补充说 与此同时 民主党人却拒绝谴责惩罚或弹劾本党成员 这些人一直以来都有记录在案的 鼓励支持者使用暴力的言行 这完全是双重标准 他举例说 当暴力的左翼无政府主义者 对波特兰的一家联邦法院袭击时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并不称其为叛乱 而当暴民摧毁公共财产时 佩洛西还说 人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事 而贺锦丽在担任加州参议员时 也敦促支持者给帮助暴乱者保释的基金捐款 贺锦丽谈到暴力示威时说 大家要当心 他们不会在11月的选举日之前停下来 他们也不会在选举日之后停下来 还有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沃特斯 曾经通过扣音器向支持者大喊 让我们确保在必须出现的地方露面 如果你在餐厅 百货公司或者加油站 看到川普内阁中的任何人 你就去制造抗议人群 然后挤压他们 而且你要告诉他们 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 沃特斯后来在MSNBC上的讲话 更是变本加厉 他说 人民将拒绝他们 他们将抗议 将彻底骚扰他们 斯蒂芬尼克认为 以上民主党人的言行 无疑全都是在公然煽动 对川普政府官员的暴力行为 但他们却从没有受到 民主党同事的警告 他认为 参议院应该迅速拒绝弹劾条款 因为这是违反宪法的 这个国家绝不能开创先例 这样对待前公务员 包括总统 让他们在完成任期后 还受到政治迫害 我们必须将时间和精力 集中在为美国人民 带来实际的成果上 好的观众朋友 我是李源 节目由Celine制作 欢迎您点赞订阅 并传播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在视频下面留言 发表您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